公业革命很久之前 我想最重要的不是革命而是发明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发明是电灯的发明 因为没有电灯 如果你幻想三四百年之前 其实一入夜就黑了 完全是做不到事 但是如果你有电灯之后 天黑之后可以做事 那个经济是差很远的 因为你不是每个地方都是七点天黑的 你知道这些地方很早天黑 有灯和没有灯会令你有经济活动的时间长了很多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发明就是那个蒸汽机 蒸汽机是摩打 这个是一个自动化最基础的部分 你说的是最初就是 运输来计大家推车又有马拉车 但是你有了那个蒸汽 推动轮动的机制之后 接着就开始有电力 所以你看到最初是蒸汽火车 接着就有电动拉动的一些摩打 那这里是 就是你可以令到一些东西转 就是可以自己动 这些东西自己动的时候 就可以自动化 那这两个发明很重要 那有这两个发明之后 就很多人力可以省下了 人力可以省下了 大规模生产和制造 那其实你说经济 都是大概是那些时间才开始有 就是经济学不是很久的历史 说的是二、三百年左右 数了可能 就是都是差不多工业革命之后 才有经济这回事 而工业的意思就是 一个比较规模性的生产 就是由本身是手作的 有系统这样大量制造 当你大量制造的时候 就开始有条件讲分工 就是你做哪些他做哪些 如果不是的话 你手作的话 什么都你自己做了 一个小规模的 没有需要分工 那大规模就开始有需要分工 那开始有大规模生产 那当然有交易 那你有生产有交易 有买家有卖家 那才会形成这个经济 所以经济是那时候 就是多少都是由工业革命带起的 那 去到今时今日 其实都是这个模式的 不过就会一路 所谓的改善 或者是进步 那又 最初是 那个生产方面是 自动化了之后 现在开始 差点就是服务都变成自动化 服务变成自动化 就是说是有很多那些 比较贴身的经济活动 都可以由机器代脑 不用人去做 其实如果你发现这几十年 工业那些是一直在淘汰的 因为工业革命带出来的机器化 初期是比较粗糙的 可能是大型的生产、重型的生产才会用 但是后来到半世纪前 二战之后就有很多一些 相对小微小的产品都可以工业 最初工业化是主要是运输的 火车、电厂、大规模做的东西 然后到一百年前可能做飞机、汽车 都是很大件的东西 慢慢去到家电 近几十年就越来越小的东西都可以工业化 越来越小的东西都可以工业化工厂 最初就是人手工厂 香港以前也有很多仿沙厂 很多手作工业 这些工厂 但是这几十年就已经转了机器化进行 最近这二、三十年就慢慢的领域涨入到服务 连服务开始也有机器帮忙了 很多东西都不只是製造、製造、製造 都已经机器化了 那又会有新一波的结构改变 那当然就是就业的淘汰 或者是转型 那是一路路地转 再转转到一个位置 现在再看到一个比较新的领域 就是不是说一个产品和服务的分 就是这个机器化不简单 而是去到一个比较淘汰 就是可以很配合你个人的生产 可以配合你个人的服务 那这个也是透过一个大量的资讯的处理 因为如果你从前来说 就是你说要一个厂制造很多不同类型的产品 配合不同的客户是很难的 通常你作为客户是买家 你去适应生产 但是现在这个年代慢慢就不是 就是很多东西是可以因应每一个个体的需要 然后给到一个很合适的产品或者服务给你 现在说的是迈向这个方向 而这个方向当然是一个相当精细的机器化 也都要连连一个资讯的处理才能做得到 以前就不行 现在就慢慢行 那现在是指角在向这个方向去做 就是如果你说再下一波 去到哪里呢 那就没看到了 就是如果你说生产和服务的提供 都可以去到这么个人化的层面 那会不会再进一步有更多的一些 就是我们现在认为是理所当然 要自己做的事 到时都可能不用自己做 说不定有可能都不定 但是也要再看一波波的发展 也不是说很短时间来发生 又是工业革命 就是说我们还没出生 或者我们在夜晚还没出生的那个年代 到现在都在说很长时间 可能又要再好几十年 才会有真的比较突破性 一个新一波的出现 所以经济就是这样去发展出来 那个教训其实都是很简单的 就是世界变,你要跟着变 就是大家要适应 以前来说 你说回去几百年前 根本没有那么多行业 就是大家都日出而在 就是一些很基本很简单的东西 如果你回去一千年前就更加简单 大家都是初级的产业 鱼龙畜牧都是那些 那就是今时今日 你为什么所谓有工业 或者有服务呢 就是生活质素的提升 譬如你回去鱼龙畜牧 你去种东西 去捉鱼又养猪 你说这样生活不行 我说不行 但是生活不是那个层次 就是质素不同 随着你人的需求一路提升的时候 你可以这么说 文明的程度 或者品味的提升 是会带动很多新的需求出现 那些新的需求就是 譬如鱼龙粗毛 都要自己做 有什么办法 不需要自己做 那就弄一些机器出来 想一些办法 让它自己动 其实工业是这样来的 那服务一样 你都是一个交易 就是有一个分工的意思 譬如你家里自己剪头发 你自己煮饭不行 没有说不行的 就是问题是 你给人家剪 你省点时间 你可能不是剪头发很厉害的 人家剪得很厉害 人家会给你剪 你出去吃东西 人家煮得好吃一点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就是透过一些文明 和生活质素的提升 品味的提升 这个是不断地增加需求 去到近代的需求 当然越来越多 比如说钱多了之后 那怎样可以 可以团积多些储蓄 是吧 等自己的将来可以稳定一些 就是大家都是 都是降低的稳定性 整天都有个心态 就是想一路永逸 就是现在好 做完之后就退休 不用做 就是其实人都是有这样的倾向 那你有这样的倾向的时候 就自然会衍生很多 就是这些新的需求出来 因为那个年代会不同 那现在整整整一下那些年代 可能大家都觉得 都很多事情要做 那办法可以进一步 不用做呢 就是说 整天要打个power point 不如给个机器自己打 不是AI做出来 或者要学那么多 那办法可以到时 不用说那么多 会不会塞晶片到脑上 就是什么都会 就是慢慢会越来越多 这些想法 那这些想法就是 就是新的需求 那当你有新的需求的时候 自然有人要去做事 那所以人又 就是你看到这几个世代以来 虽然那个需求的层次是不断提升 但是你看到不是说 越来越少公众 反而那个公众是越来越多 就是你从前没有东西的时候 什么产业都没有 什么科技都没有 那时候反而简单 那当然那时候也没有说失不失业的 因为你本身就是自给自足 很多东西都是 那你去到现在这个位的时候 那些东西叫做什么 叫做分工的时候 才有上班这个说法 那你每人做自己不同的东西的时候 那是这个年代的一个制度 可以这么说 那你这种制度才会制造失业 那但是这个也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工种一直都是在增加的 就是你看回现在跟十年前比 或者一百年前比 一路的工种都是越来越多 将来其实只有越来越多 那人口的增长其实就越来越低了 那所以就是乐观地看 其实如果你只要适应到新的工种 其实是不 照计就不休 没什么做的 那当然就 人那个适应力也可能有限 因为人的学习 时光其实可能是 所以黄金是三四十岁之前 那你再之后就跌枉了很多东西 你要一些三四十岁的人去再学东西 那是有困难有阻力 尤其是心理的阻力会很大 但是今时今日都常常主张一个终身学习的 你很多人都在职都要再培训 那如果你习惯了也没什么 那不断是有 有一些 就是说实际上 你现在这个年代不是说 有很多很体力劳动的事情 要你做得很辛苦 那你只要都是坐在公司 那你只要坐在那里 那其实要你找些时间去学东西 那不是做不到的 那差错就是说 这个年代的人的意志 能不能够可以保持到这个 这样的不断的一个主动的学习 还是说可能不是 这个心态上去到某个位置 都是常常打算退休的 不是很想学东西的 那这些就会被淘汰了 所以我想是 很多时候是个心态 或者个性格 决定了哪一堆人会被淘汰 多于说 就是人本身的能力 是不是可以adapt to 适应到这个时代 我就不太相信说 那个适应是这么困难 应该是做得到的 当然这个适应不是说 你去跟机器斗劲 你没得跟它斗的 机器一定比你一样 正如有蒸汽火车的发明 火车一定硬得比你 你不会跟它赛跑的 但是有很多位置 其实现在机器还是做不到的 甚至在可见的将来 虽然现在说到 说AI怎么有意识都好 但是 那个是很低层次的意识 现在你测试过 有些AI的智商 其实可能某些领域 你叫做一些知识性的东西 计算数 或者语文能力 就是NLP那些 他可能会很厉害 但是一种总合的 一种是复合的 或者是叫做 sensible 要有些创造的 等等的这一类 其实就不太行 还有很多时候 那个跨领域的能力 都不太强 就是你可能 一个机器都是做一样的 一般人 一个人不只是做一样的 虽然上班是做你的岗位 但是你自己日常的生活 有很多事情都是 都是你自己做的 那这个未必很容易 被机器代表到 就是你想回头 譬如 我们小时候 那时候看卡通都说 21世纪 有很多新的科技等等 但是你已经好了 你去到 你去到真的21世纪了 那你现在看到 是不是真的有很多事情 不用自己做 是不是真的说 思想控制 他就会自己 动一些东西 或者是声控 他就自己 会跟你做 其实也不是的 都是局部的 有些东西可以 但是很多东西还不可以 所以我想 我本身 就不是很担心 那个就业的问题 只猜就是你个人 那个能力 尤其是 那个适应能力 就是性格 那方面 是不是接轨的 事实上不是的 事实上 就是 你有机器 你会提升那个速度 那当然 你分了工的话 那些东西会快了 会便宜了 但是同时间 由于 你人的生活 那个质素 稳微提升了之后 你是 对很多东西 有新的需求 那你有新的需求的时候 你又带动一些新的供应 那你提供新的供应的时候 其实也涉及很多新的成本 那所以就是 你可以说 人都是一个屎不衡的动物 就是 你 你不断地 有新的需求 就自然都不断 有新的一些事情要做 那 实际上 你看回这 100 200年来 就是 人的 那个 工时 有没有真的 跌了很多呢 就是 以前的人 你说做奴隶 那就很辛苦 其实说真的 现在都很多人 都是做奴隶 都是做到没有停手 就是 现在来说 你说 花费是否便宜了很多 就是我们越来越机器化 但是你觉不觉得你自己 真的 存的钱越来越多 或者 花的钱越来越少 其实都不是 所以 很 很难这么说的 就是因为 你如果就着同一样东西来说 你可以这么说 就是那个 那个成本相对来说 慢慢便宜了 就是可能 可能一千年前 你要做一千只鸡蛋 跟一百年前 做一千只鸡蛋 跟十年前 一千只鸡蛋 就是那个成本一路是会跌的 这个这个是 他的鸡蛋计会是 但是 就是 如果你 总合 就是 就是 整套的生活成本 就是 all in 那样计 其实未必是 是 没有啊 就是 你这么说 台积电 都 技术很高 荷兰那架光刻机都很高 那你见不见这两个地方 那些货币很厉害呢 就是 不是这么看的 就是 货币是一个 和 和科技未必有直接关系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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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很多年 很多世纪都已经存在了 就是 就是 一千年前 可能 可能 一二千年前 已经 不过 这个形式不是现在 可能 当时是 可能 皇帝写一张纸出来 或者背壳 我不知道 就是 那个 那个货币是 是 一个 某领土 领域上的 权力 机关 去发行的一件事 而已 只要它在 某一个领土 或者某一个领域上 它是 那个 权力是 就是 够高的话 够厉害的话 它就自然可以 有个条件 去发 那个货币 美金 譬如 美国全世界 是 是霸权 很多方面都是 不是 只是武器上 军事上 甚至 很多东西 经济 各样 文化上 它很多东西都是在影响你 所以 它 在各方面 它有影响力的时候 就是 power 有power 它就 可以发行货币 至于 你说 你有一些 新的科技 刁钻 的东西 这个是 除非你的科技 可以去到 发展到一些 好像核武那样 是 可以 控制佔领地球的东西 否则 你如果 譬如晶片 这样说 晶片也是 一个部分 就是 就算 台积电 你做了一张晶片 那不是一张晶片就有用的 那张晶片 你之后有很多工序 就是 把晶片变成一个IC 中间有很多 打磨等等的工序 不是台湾做的 那些是 可能去了日本 去了中国 就是 就是 把它合成电路 然后再变成一个机器 那你当中 你是做了一小部分 就是 今时今日 很少有一些科技 你是 由头到尾一条龙 弄断了 就是整个东西没有你 某个国家 某个厂 不行的 很少有这样的 所以 你就算说 掌握了某 一个生产链的 一小部分的 关键技术 我当你全球 你是壟断 只此一家表分店 也好 但是你只靠这件事 你能不能够可以 称霸世界 可以控制全球 这个 不可能 所以 今时今日 已经很难再有一样 这样的东西 你说如果再 发明到一些很新型 很劲抽的武器 可不可以毁灭全人类 但是 因为现在本身 已经有一些 核武那些 已经可以毁灭全人类 你再发明一些 比核武更厉害的武器 那是否等于 你可以改变全球 那个权力格局 我也很懷疑 因为本身大家 已经有一个 足以毁灭全球的武器 在手 现在很多国家都有 那你再进一步 有的时候 你只不过是 就是把那个权力架构 是稍微有个微调 令个平衡有少少不同了 那也都是那句 因为大家都 不likely 会使用 因为使用了 那既然大家都不用的时候 那比较贴地的一个 影响那个 我们说 比较realistic的 权力架构 就不是这些因素 反而 反而是反而 一些 什么叫贴地 比如大家的经济的实力 大家的 人口 生产 生产力 等等一堆这些因素 反而这些 就真的是 我是说 从时间到时间 是在影响很多东西 那你如果 你拿着 nuclear 你都是备用的 那譬如俄罗斯 这样说 他现在全世界最多的弹头 那怎样呢 不等于他可以 在很多方面 影响到全球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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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局 就是实力 实力 不只是硬实力 还有软实力 那你在软实力 来说 其实现在 美国是 或者 或者 美国阵营 及其 相关的 体系 那个 带出来 那个 文明的先进 是 远远影响你很多 其他地方 所以 这个状态 就算你说 数核弹头 那你 你俄罗斯多 美国都好 但是 如果你论文明的程度 论软实力 你是有牌 都追不到 那所以 你会看到 在这个文明体系里面 尤其是 我们说 譬如说 货币 说经济 这些是 文明的体验来的 如果你没有文明 你说什么货币 说什么经济 如果你生回来的 没有产权的 斗抢的 互相施杀的 那你根本不需要讨论 经济货币 讨论这些多余 就是你一定是文明之后 才有这些东西的 那你一定是 文明的地方 去画市 所以 其实 有科技是一回事 是不是等于你可以说 改变 如果你的科技是带动到文明的 那就会 如果你的科技 只是拿来 拿来 捏杀的 威吓对方的 那你纯粹靠这些 其实你 你可以阻止地球转 但是 实际上 你未必会 带动到很多 好处回来 不一定的 贫富 贫富元素 其实是 制度的问题 多些 就是究竟你行一个 资本主义制度 还是社会主义制度 如果你看 譬如 北欧那些 你不能说 他科技很弱的 他科技很厉害 但是 北欧的贫富元素 是出名 是窄的 不是窄的 那他当然抽重税 福利好 他是这个制度 令到他的分配均匀了 那就跟本身 那个科技发展 没什么关系 因为你的科技发展了之后 其实你 在最后 你也是要普及才行的 你不普及那些 那些是军事 你自己垄断了 你政府立了 但是 你说 从一个赚钱来说 那你等于手机 人人都要有 那你公司才赚到钱 股价才大升 所以 去到最后 你都是要普及的 当你普及的时候 就没有分贫富 大家都有的 比如手机 大家都有 穷的有 富的都有 那这已经变成了 一个必需品 是吧 等于你现在 说回来 譬如雪柜 100年前可能很厉害 但是 100年后 哪个家里没有雪柜 你不会和别人炫耀我 我现在很有钱 所以 所以 就是制度 重要 这个不是一个新的工业革命 你刚才说的 那些 都是正在发生的 它只不过一直 一直在改善 一直在改善技术 那就是 如果你说 未来10至20年 哪些领域 一直在可以有大的 那些时候 其实你都说了 一个就是 AI 大数据 各方面 纯电脑计算 运算上 一个就是 生物科技 就是说 第一 第一 因为 也有数据的关系 现在很多 DNA 基因方面 下手做了很多 当你的基因 搞得到的时候 就很多 很多不治的症 可以变成 有机会 再一步 就是 亦都是跟AI 运算有关 就是 大脑方面的研究 就是 怎样去 可能 令一些 瘫痪的人 可以走得回 现在开始有这些事情了 怎样去医 医亚症开脈症 怎样去 甚至有些人 尝试植入晶片 自己的脑子 令自己 聪明一点 等等 怎样可以 会不会 就是 令老部 了解他更多的运作 这些方面 那如果你说 就是 AI 运算方面 和生物方面 之外 就 参差一点 不是说没有的 但是 有些都是 相对来说 是 舊少少的科技 如果你说 一般工业用的生产 譬如说 怎样提升 那个 叫做生产的效率 或者缩减生产的时间 降低生产的成本 那这些就已经是上一代的 这些方面都有发展 但是就没那么主打 如果论炒股票 也可能是 刚才我说的 就是 主打的领域 那里会走得更厉害 没有 过来 我相信 我相信 你会有点 甚至 不算 我相信 不算 你去 不算 不算 感谢观看